文字幕志愿者 李文貴 哈囉 大家好 五間快樂 我是QR老師 是瑜珈靜的老師之一 好 今天非常歡迎大家來參加 我們這個五間瑜珈的活動 那我們現在是有一個節目要開始 但重點是我的節目 我的partner呢 我的partner在哪裡呢 嗨安琪老師 節目要開始了是嗎 是的 等我一下我馬上下來 好的 畢神掉的太開心 好好好小心繩子 繩子卡住了 對 哈囉各位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Angela 嗨 對剛剛玩的還開心嗎 很開心 我都會透過頭道裡的提示 來讓我自己放鬆休息 很棒 然後呢我叫Kira老師 就是非常開心大家今天參加我們的節目 好那昨天Evan通知我說節目要開始 那這個節目到底叫什麼 這個節目呢就叫做就是好卡 蛤就是好卡 為什麼是叫就是好卡 講了我自己都會不好意思 就請問你的名字叫 我是Angela 那我的名字叫Kira 所以K跟A在一起就是 卡 所以呢 原來是這樣 就是好卡 好 OK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要開始到我們今天的 今天的主題 Yes 好 所以我們會需要一個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 椅子 用椅子來做的瑜伽 好 我們的神秘小天使來喔來喔 請把我們的椅子帶回來 好可愛的Teddy Bear 好嘞 我們的椅子入鏡了 好的 就是我們會需要一個椅子 我們要用椅子來做伸展 好 那 如果你家裡面沒有椅子的話呢 就是如果沒有固定的椅子 你有那個滾輪的椅子都可以 不管是什麼樣的椅子都可以 對那像我知道很多辦公室 它的椅子是有有輪子的話 那如果Kira老師如果是有輪子的椅子 那同學們應該要怎麼處理呢 有輪子的椅子呢 基本上你也可以使用 你就注意安全 不要讓它滑來滑去就好 那或者是你想要靠牆都可以 那再不然就是 你也可以來到我們的教室 我們教室就有專門瑜伽使用的椅子 瑜伽也可以讓你使用 好 對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好 那我們就來 就是開始我們的今天的練習了 好 我們就直接站在我們的椅子旁邊 然後呢 將我們的雙手來到我們的身體左右兩側 先將我們雙腳並攏 然後眼睛先慢慢的閉起來 我們要幾個呼吸的停留 然後呢 試著將我們的吸氣慢慢的放長放慢 等等在所有的練習裡面呢 你只要專注在你的吸氣吐氣就好 好 我們最後一個深吸深吐 保持鼻吸鼻吐 好 下個吸氣慢慢的張開我們的眼睛 好 我們要先做今天第一個動作呢 腳踝的軟身運動 好的 你的手可以輕輕扶在你的椅子上 當作你的support 你的支持 然後呢 可以的話 吸氣的時候 預備吐氣的時候 慢慢的將你的腳跟踮高 好 保持穩定在這個位置上 如果你現在身體會不穩的 不要擔心你的旁邊有一個椅子 它會幫助你做支持 你在這個位置上去找到你的穩定的練習就好 再兩個呼吸 好 下個吐氣慢慢的將你的腳踝輕輕的落下來 好 還要再次重複一組 這一次如果你可以的話呢 你可以試著不要碰到你的椅背 如果你可以的話 好 再一次吸氣 慢慢的點高你的腳 對 很好 然後保持你的微笑 就像安琪亞老師一樣 雖然有一點累累 屁股有點酸酸 大腿有點緊緊的 但是保持你的穩定 正常的呼吸 不需要憋氣哦 來下個吐氣 慢慢的將你的腳跟輕輕落下來 好 再一組 再練習一組軟身 再一次吸氣往上 吸氣往上 好 保持你的鼻吸鼻吐 動作看起來簡單 但它是有一點點累的 你的肚子會微微的往上踢 好 輕輕的加我們的腳踝輕輕落下來 好 非常好 好 接著呢 走到我們椅子的前方 我們要一點點簡單輕鬆的開寬 好 坐下來之後呢 差不多做三分之一的位置 好 先將我們的坐骨坐正 然後呢身體往上延展 將你的腳左右打開 跟你的骨盆一樣寬 然後呢腳踩在你的膝蓋下方 好 將你的右腳跨過左腳 好 記得你的腳踝要在你的大腿上方 好 微微的將你的右大腿往外往下 好 吸氣脊椎先延伸 你可以輕輕的扶著你的椅背 讓你的脊椎延展 吐氣的時候 保持直背 輕輕的往前前彎下來 你可以選擇在你想要的深度 持續保持你的深吸深吐即可 我們再來穩定的三個深吸深吐 上班族久坐 然後骨盆的位置會比較不靈活 所以呢 藉由這個動作 讓你的骨盆的血液 它的這個循環會好一點點 好 吸氣慢慢的身體帶回 好輕輕的解開我們的右腳 然後呢慢慢的將我們的左膝 輕輕離開地板 將我們的左腳腳踝 再次來到右大腿上 好 一樣吸氣先拉長你的脊椎 吐氣再一次 身體往前往下輕輕的落下來 一樣保持你的深吸深吐 去感受現在你的骨盆跟大腿的位置 注意你的膝蓋不要有不舒適的感覺就好 安琪亞老師目前呼吸吐氣應該都很順暢 嗯都很順暢 慢慢的吸氣慢慢的吐氣 好希望目前線上的同學 都還有嘗試做著跟上這幾個動作 好輕輕的下個吸氣慢慢的身體帶起 好輕輕的解開我們的左腳 好稍微輕輕左右動一動我們的腳 好接著呢慢慢的要進入到下一組動作了 好一樣坐在我們的三分之一的 或者是在一點點往前 輕輕輕這樣叫我們的坐骨坐在椅子的邊邊 好這個時候如果你家裡是有輪子的椅子 你要特別小心你不要等一下就是撲接了 好 好將你的雙手按穩在椅 椅杆上 好慢慢的腳踩穩之後 將你的臀部移開你的椅子 身體重心一點點的往前 好我們要在這裡停留三個呼吸 試著將你的手往下壓 將你的胸口再往上乘高更多 加油這個動作也有一點點核心 一點點挑戰一點點累 我們台下已經有工作人員在那裡喘氣如牛了 不要小看這個動作 雖然安琪阿老師做起來很簡單 但其實它是有一點挑戰的 對我們也可以在這個動作上加一點動態的變化 好來囉 比方說吐氣 整個脊椎往直立 直立的延伸 讓身體往下沉 吸氣的手往上 它可以訓練你的公二頭肌跟三頭肌 吸氣往上 對可以這樣連續做三組 有需要的同學可以 然後停留 對可以持續 跟著安琪阿老師一起 過你停留在原本的位置 好慢慢的我們要將我們的身體 帶回來加油 一點點控制的慢慢的將我們的腳帶回 手帶回 好稍微輕鬆放鬆的 呼吸停留幾個 放鬆一下下沒關係 好 接下來再次一樣是開寬的動作 一樣將你的坐骨坐正 好慢慢的將你的雙腳左右打開 再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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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 好一樣將你的雙手 撐在你的臀部左右兩側 你還是要先坐著先坐著 好一樣膝蓋打到最開 確保你的膝蓋腳趾頭朝向你的 膝蓋朝向你的腳趾二三指的位置 感覺到現在你整條大腿內側拉伸 保持腳踩穩了 保持身體站直 吸氣的時候先將我們脊椎拉長好 吐氣的時候再一次 將我們的臀部離開這個椅子 加油 還有一點點累 保持胸口持續的往上鈴高 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將你的臀部輕輕的離開椅子 或是輕輕的靠住椅子 那去讓你的大腿內側的肌肉力量的啟動 還要再停留一下下喔 一樣它又是一點點核心 一點點的拉伸的練習 同時手臂的力量也會需要你 有一點點的出力 我們再兩個呼吸就好 如果你真的覺得快要受不了 Hold不住的話 你可以輕輕的坐在你的椅子上 也無所謂 但是呢 你還是要稍微爬起來 對 大家在練習這個提示的時候 要記得呼吸喔 透過呼吸可以慢慢的俗解 你大腿內側的壓力 好 慢慢的將我們的手輕推 一樣臀部緩緩的帶回到我們的椅子上 好 將他們的雙腳再一次併攏 好這一次呢 將我們的臀部往後坐 稍微靠近我們的椅子的後方 好 剛剛我們的腿打開了 現在我們將我們的腿收起來 將我們的雙腳併攏 雙腿有力的夾緊之後 我們要進入到扭轉的動作 將我們的雙手輕輕按在椅背的位置 好 吐氣進入到扭轉 好 記得在扭轉的時候呢 試著拉長你的脊椎 吐氣的時候 你選擇你要的 如果你想要再慢慢加深 我們要再停留三個呼吸 好如果目前你都有跟上這幾組動作的話 基本上你的身體就已經開始會慢慢的 熱身起來了 熱身起來了 好的 慢慢的將你的身體帶回正 好 再一次吸氣 解決拉長 吐氣進入你的扭轉 好 要停留幾個呼吸 保持你的吸氣與吐氣 記得是鼻吸鼻吐喔 不是鼻吸嘴吐 好 最後一個呼吸 然後慢慢的將我們的身體緩緩帶回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站起來 我們要進入到 站姿前彎的位置 你可以站在你的椅子後方或前方 然後呢 在這個位置上 我們先將我們的膝蓋彎 然後呢 將我們的雙手 慢慢的放到你的椅子的前方 然後呢 雙手往前伸直 拉長我們的背井 在這裡停留幾個呼吸 那有些同學你可能覺得 腿後側好緊好緊好緊 然後背好拱好拱 那你可以試著將你的膝蓋彎 就像安琪拉老師現在這樣子 膝蓋可以彎起來 然後拉長我們的背 如果你真的膝蓋彎還是覺得好緊喔 那你膝蓋就在彎多 或者是你可以把你的手 放在高一點的位置 你會比較簡單一點 這個動作你只要拉長你的背井就好 好 在最後三個呼吸 如果你覺得你今天好累 然後你沒什麼精神 你可以透過這組簡單的動作 讓你的精神慢慢的恢復回來 來最後兩個 深吸深吐 安琪拉老師在這個位置上 你應該是覺得舒服的吧 對不對 對 非常的舒服 覺得整個脊椎拉長了 是的 是的 那如果呢 你在這裡覺得悶啊 然後呢 暈啊 那也許你就要先回來 不要進入這個動作 對 你可以慢慢的先膝蓋彎 讓自己在這個底部 腿稍微放鬆 然後再慢慢的伸直 對 好 我們要再停留兩個呼吸 好 下個吸氣 身體慢慢的帶起 輕輕的走到我們的前方 好 然後呢 我們要再次回到墊子 回到我們的椅子中間 好嗎 起來的時候要慢喔 好 輕輕的再次坐下來 好 我們再加碼一組一點點的開胸就好了 好 將我們的雙腳踩穩在地板 好 一樣踩穩之後 腳跟你的骨盆都是一樣寬的 那手呢 你可以來到你的臀部的後方 然後呢 把你的胸口往前推出來就好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開胸的動作 你的頭 你的視線可以看向斜前45度的位置 或者是一樣下巴為瘦 然後看向你的前方 都可以 兩個動作都可以 再停留三個 深吸深吐 持續在每一個吸氣的時候 拉朝我們的脊椎 好 吐氣的時候 一樣這個動作 你的吸氣吐氣 它會是有一點點深的 好 慢慢的下個吐氣 輕輕地解開我們的雙手 看一下我們的前方 好 最後我們要結束這個動作 這一組序列了 慢慢將我們雙腳左右打開 再開一點點 讓我們的身體 比我們的身體還寬 吐氣的時候 身體往前往下 然後將我們的整個身體脊椎都放鬆 然後手也放輕鬆地輕輕放在地板上 然後來到一個放輕鬆的呼吸 去感受現在你的深吸跟深吐 它應該是要很自然很輕鬆的 然後慢慢的把我們的思緒再次沉澱下來 好 下個吸氣慢慢的手輕推 然後慢慢的 你可以一階階的將我們脊椎 緩緩地卷上來 然後看上前方 好 所以今天這組序列就完成囉 安琪拉老師您覺得還好嗎 我覺得非常的舒服 我建議很多商班族 如果你平常有需要滑手機 或是使用電腦習慣 你可以透過這個非常簡易 椅子來做伸展 在辦公室任何個地方都可以做這樣簡易的伸展 讓自己的身體回到原本的火力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今天這個參與 好 那 這個 到了這個 我們線上是不是 剛剛好像導播有說 線上有一些同學 朋友們有一些問題要問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把一些線上的問題讓我們知道呢 有喔 老師 有人會說肚子太大 沒有辦法彎下去怎麼辦 肚子太大沒有辦法彎下去怎麼辦 好 來 我們有兩個解決方法 好 第一個解決方法 好 第一個解決方法呢 請安琪老師 我可以來為大家示範 如果說您 這個腹部比較豐碩的人 那你可能再彎下去會有一些困難的話 我會建議您找一個比較 稍微高一點的椅子 或是桌子都好 然後假設我可以為大家示範 你的手可以放在比較高的地方 然後先慢慢的彎曲你的膝蓋 彎曲你的膝蓋 讓你這個腹部有一個伸展的空間 你就停留在這 但請你盡量記得把脊椎往頭的方向去做延伸 假設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等到你慢慢你的被習慣做這樣延伸之後 你再試著慢慢把腿再盡量的拉直 如果拉直還是有困難 那你就停留在這個地方 先讓你的脊椎往頭的方向延伸 這樣一樣是會有延伸的效果 是的同學不要懷疑 真的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你的身體前側會有得到延展 那如果你覺得身體前側有得到延展 但是肚子的肉還是垂下來 也不要懷疑那就是肥肉 要減脂 好還有下一個問題嗎 對 對 在瑜伽的練習體式當中呼吸非常的重要 通常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搭配你身體的節奏 把呼吸當作你身體的節奏吸氣吐氣 吸氣的時候吸滿胸腔腹腔 透過這樣吸氣跟吐氣的練習 你會發現你在練習這些動作的當中 慢慢的身體不會有那麼壓力跟緊繃的感覺 可以消除你身體對體式練習當中的排斥感 可以推薦給大家慢慢做 也就是說如果你在練習的時候突然 嗯 啊 之類的 有一些怪聲音出來 就代表你的吸氣吐氣是在一個不正常的狀況 你就必須來到一個正常的吸氣吐氣 去做你所有的動作 所以呢它沒有像重訓一樣 就是hold著你的氣息在那裡停留 在那裡做 也沒有一些很奇怪的聲音 通常通常 好 還有任何問題的嗎 現在還有問說 兩位老師在離家裡的課的時間 可以分享一下 會不會想要上老師的課 那Kira老師 歡迎大家來上我的課 我的課基本上就是在早上 八點半十點或者周四 那我的課 我目前有教授 環核流動在心思晚上 那以及 禮拜天下午的哈達跟送國療癒 那有機會可以希望在教室見到大家 現在因為我發問說 我們剛來的這樣的練習 建議等頻率嗎 現在每天都練嗎 還是說 一天禮拜天只要練習一到兩次呢 Kira老師覺得呢 我覺得這個就是看每個人的狀況 如果你今天呢 是從來沒有運動過 然後你沒有接觸過瑜伽呢 非常建議大家 每天就是都是可以跟著我們的頻道 然後呢找尋 也許你是初學者的 那每天跟著慢慢循序漸進的練習 一天練一次或一個小時 我覺得都很OK 但如果呢 你現在是已經可能 你已經有練習的習慣了 也許你還是可以加強一天一個小時 最多兩個小時都可以 對 我覺得都蠻好 就是平常就是一個禮拜練習兩到三次 這樣的頻率是蠻好的 那盡量讓自己在生活當中 不要覺得說瑜伽就是一定要來教室上課再教瑜伽 其實瑜伽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只要有椅子任何時間空間 我們都可以來做伸展 甚至即使不要有椅子 我們都可以自己做伸展 所以瑜伽其實是很easy的一個進入的一個練習 對 像是你剛剛如果覺得好累喔 聽這樣的直播聽累了 你就可以直接推著你的椅子 一邊看一邊做都OK的 它是一個你任何時候都可以伸展的一個運動 還有任何問題嗎 好 好 那如果現場朋友們還有問題 可以歡迎留言給我們 Kira 你最近都在忙什麼呢 我這個月參加一個瑜伽進舉辦的21天的 什麼樣的活動呢 21天的這個身心靈的計畫 那裡面有一些就是靈氣的課程阿 阿玉菲的課程 然後還有一些私人課程的課程 然後呢在這次的私人課程裡面呢 因為我是個瑜伽老師 所以我每天都在練習 那我的肌肉就變得相對更緊繃 那我的老師就針對我的狀況 然後呢讓我的整個肌肉有放鬆的狀況 呃 一個課程這樣結束下來之後 我覺得我的這個身體的感覺還有 我的控制有變好 所以我還蠻喜歡這次 在這個體位法安排的這個 一對一的教程上 我覺得聽起來很棒耶 真的很棒 很有效 對 那我自己私教課的經驗是 呃 我平常在上大通課 可能就是因為老師學生比較多 所以沒有辦法指導到我 所以我自己上了私教課之後 我就發現 欸 老師可以指導我在一些動作練習上 我自己沒有看到的一些小缺點阿 那甚至我覺得 重點是老師可以幫助我 告訴我如何使用 正確使用肌肉的力量 比如說手臂的力量 大腿的力量 核心的力量等等 可以讓我在練習當中更事半功倍 而且我的體式練習會更有效率 我覺得是很棒的一個課程 沒有錯 所以呢 非常推薦大家 就是來參加這一次 我們瑜伽進 近期會有舉辦的一些課程 我們有一對一的私教 一對二 一對三 這些小型的教學 都非常歡迎大家來詢問跟查詢 對 而且我們現在有推出一個 非常優惠的方案 只要你按讚分享 take任何你的一個朋友 就有機會得到分享價999 非常超值吧 嗯 沒錯 所以就是按讚分享 按讚點讚分享 你就會有這樣的方案 OK 稍後我們的線上工作人員 會在這個表單 在線上發送給大家 當然可以透過螢幕上 有一個QR Code 你可以小瞄 QR Code可以知道我們更多 關於私教課 一對一 一對二 一對三 的更多方案的內容 是的 所以大家還有任何的問題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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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來示範 我最會把我的肉肉秀出來的 就是肥肉跟沒有肥肉的位置 讓你知道什麼樣叫做 脂肪太多 身體有沒有延展 的這個動作 好 我們請 歡迎Kira老師來示範 先確定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側面 這樣看得到我的肉肉嗎 好 這個是我身體做症延展的時候 它會長這樣子 因為我提示比較多 好 當我做症的時候呢 我的脊椎延展的時候 它可以長這樣 這樣看得很清楚吧 OK 好 當我沒有做症的時候呢 這樣夠明顯了吧 好 非常明顯 對 來喔 所以呢 第一個我要先做症 好 做症可能還不夠 所以你一直到你做症的時候 你骨盆它就會帶回來了 所以你脊椎拉長之後 你身體前側就有辦法 來到延展的位置 好 保持在這個位置上 你才慢慢的進入到你的前彎一樣 不是在這邊延展 是從你脊椎的位置 進入到你的延展延展延展 你可能到一個地方之後 其實就差不多了 那你再多一點點的話 喔 大家請看 有嗎 這個就是 這不是你的肚子的問題喔 當然肥肉斯會有 但是你有看我有延展 跟沒有延展是差這麼多的 對吧 所以 帶回來的時候 就算你現在身體 它是有很多脂肪的 但是它可能 也只會在這裡 當然你如果脂肪太多 它會卡在這 但是如果你的衣服有皺褶的話 它是會是延展的 身體前側會是延展的 所以 你也只能夠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 拉長你的脊椎 拉長脊椎 對 第二個選擇 就是 讓前側做延展 沒有還有 就是要堅持 對 你還是要有一點點的堅持 可以多練習伸展 有幫助堅持的效果 對 就是它你的骨盆的位置 對 那有想要挑戰什麼樣的體位法的嗎 是 是 有分程度嗎 是不是要練習過瑜伽 沒有 沒有 沒有分程度 我想不管有沒有練習 或有沒有接觸過瑜伽 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想要開始練習 我們有非常專業的老師 可以幫助你進入練習 進入練習瑜伽的開始 那對於已經有 平常就在練瑜伽的同學們 那老師可以幫助您在一些體式上面 更有一些比較深度的提升 是的 我們這邊呢 不只有台灣級的老師 我們也有專門從印度過來的 對 印度學院的老師 然後他們的體位法 還有呼吸法 都練得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非常想要挑戰 很多艱難體式的學員 你也可以來感受一下 我們印度老師的教法 對 那你如果擔心 英文不好聽不懂 我們這邊也是有台灣的老師 他可以用比較淺顯的方式 帶你進入練習 對 還有任何問題嗎 對我想呢 我們的一對二 一對一 一對二一對三的方案 就是 如果有些人可能害怕自己一個人來上次教課 會有壓力 你可以找朋友一起來 一對二一對三 都是可以的喔 都非常適合大家 對對對 然後呢不要忘記了 你還是要趕快按讚 點讚 分享 按讚分享 對對對 任何一位好朋友 就有機會得到999 優惠方案喔 是的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 就是 你覺得你剛剛的練習還不夠的話呢 其實我們還可以再挑戰幾個體位法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挑戰的話 那我們請Kira老師來示範 對 你可以也許就直接把你腳往上拎高 喔 就腳往上拎高喔 再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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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拉伸一下你的腿後側 對 但同時保持你的脊椎延展 對 OK嗎 好囉 對 記得按讚分享 然後呢 訂閱小鈴鐺 按讚分享 take任何一位好朋友 對 那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謝謝 謝謝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 就在此告一個段落囉 謝謝大家 拜拜 再見 拜拜 再見